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局小伙全腿组合击打胖哥 打在身上啪啪的响 真是拳拳到着 胖哥仗着自己一身的标 又满里抵挡 虽然被打得抬不起来头 胖哥无奈之下 直接来了一个笼包 没想到被小伙给挣脱看 遭到了无情的击打 逼着大伙用杀手键 直接跳起来发大伙 胖哥不会打 允许他摔 弹不允许打地面战 可是在战力方面 大哥就不行了 成了名副其师的火把子 小伙的拳如雨点般扎下大哥 全不行 那只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了 直接摟住小伙的脖子 把他摔倒 不得不说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再好的技术也使不出来 看大哥不会打 可状态还行 一不留神 被一个高手踢入重能力眼 直接蒙圈了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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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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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 大哥恢复了一些体力 他要一招准敌 一个挣钱之后 两人扭打在一体 硬不信权 把痴呆的力气也都使了出来 互相击打对方 别看大哥不会打 但也不甘失误 脚下一滑就直接摔倒 正最后几十秒 大哥体力给不上了 为了面子 硬着头皮继续比赛 被小伙一顿重拳 扎得抬不起头来 想跑都找不到地方 不说 大哥的抗击打能力真强 换了个大点的头上 开启了抗肉模式 小伙一个中小腿 跟上一套组合拳 胖哥直接被KO 我个人认为 大哥这200斤的肉 这次都长在肚子上了 没长在胳膊上 小伙已经手下留情了 一个高嫂把他踢捧后 要出的拳直接收住 没打错 既然是切脱交流 就没必要下手这么黑 各位大佬 对这件事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